这样 李娜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你不是要告白吗 好不好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 接下来是李娜的告白时间 妈妈 其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生自明 活一年 活一年 活两年 活两年 你怎么这样啊 你知道妈为了你 我一生都没了 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 妈 我想了只要你家看 我没有逼你 不要逼我 外公有舅舅 我只想让你回家 有你妈妈不苦 只要你健健康康康的 我就是因为我拖累了你 爸 对不起 你这么多年可拿着可拉 对不起 放开 不要怕 对不起 爸 爸 你上回来的那个穷夹品 你看你那个公公就不 妈你那个公公不不护你养的 对不起爸 至少你还要哥哥 还要弟弟 可是那个家没有我的话 真的没有办法生存 爸一样两个 真的对不起 感觉着这样怎么到 我怎么去世子 我怎么回事就好 我真的不能跟你们回去 请你们谅解 好不好 农村的父亲跟自己的女儿 表达爱一次 多半都是拧着耳朵 轻轻地拍脸或者打屁股 我不认为那是大 你也想想 二十年的感情无法抑制 上来之后有这样的冲动 完全可以理解 你不恨爸爸吧 我不恨 爸爸大我应该 那以后如果不能回家 你就时常回家看看 可以 要是他们经常回去看 我就不会躲到现在了 我不相信他这个白话 弟弟相信吗 我也不大相信 毕竟你看到了他们家了 他也跑得多点 要能回去的话 他也不是不知道我们老家 你看我爷爷奶奶八十多岁了 他早就回去了 他们都不相信你会回去 他们实在是太渴望你回去了 二十年了 我问一下老父亲 还有弟弟 你们从云南哪里 云南昭通 云南昭通到河北 芝加庄进兴县 这也是坐火车来的 对 坐火车 要坐多少天 两天两夜 对着骂车 有的是扩延时间 还得多一点 可以说是千里条 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 你这个责任怎么履行 因为父亲 因为我还有个哥哥 还有个妹妹 还有个弟弟 他们都很优秀 可是我的那个家 只有我自己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们家里有几个的 其中有一个可以不回家 永远可以不要回 我真的放不下这家人 因为在那个村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瞧得起他们 我总经常为了这一家人 经常会边吵 会边闹 一个人的一生 最重要的要负责两种人 一种是生你的人 一种是你生的人 你不要只顾着后者 而忘记了前者 百善孝为先 妈妈其实上可以先回去看一下 自己很多年没有见的母亲 父亲在云南 陪他们住一段时间 其实上我觉得是不耽搁的 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 然后再回来 适当的时候 回去看看父亲母亲 李娜的身体好了之后 她十七 哥哥十九 他们俩也都能够独立了 也可以为家庭扛起一番责任 你可以抽出空来 经常带他们一起回回家 虽然说是千里条条 现在交通工具挺方便的 你说呢 好了我问你 你经纪就现在不跟我回家 你个人就是照顾你 回家看看你奶奶也你外婆 看看我这两个个钱 爸我答应你 爸我答应你 好嘛好嘛 我有意的你说一次 我要是有经纪能力的话 我会每年回去 我会看你们一次 我再也不会终于回家你 所以嘛 小赵 谢谢照顾好爸爸 大姐谢谢你 说你了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